早点视频, 陈俊申风水命理时间, 迎光幕见到陈俊申师傅 Hello, 大家好, 我是陈俊申师傅 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做CLS, Comment, Like and Share 同时可以在社交媒体搜寻陈俊申三个节 就找到多点师傅的资料和影片 同时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和师傅的Facebook专页 就可以收到更多关于师傅的资讯 Hello, 大家好, 又回到陈俊申风水命理的时间 首先, 如果未订阅我们焦点视频的观众 麻烦你们可以按一按个铃铃铃去做一个订阅 支持我们 另外, 也可以去我陈俊申风水命理的专页 做一个赞好或者一个追踪 我会有一个定期的资讯发给大家 到时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这一集我们会讲一讲 即是我们都是跟我们的客人聊聊天 或者是跟我们的观众 去聊聊天 这一集就会讲 要很客观地认识命理 请不迷信 不要迷信 因为你一迷信的话 就很容易令到自己 可以被人骗的 又或者自己不知道在做什么 所以我们今集很清晰地解构一个命理的作举 现在录影的时间就是2022年1月26日 即是我们年26日 过多几天就立春了 一年之计在于春 2022年你想做些什么呢? 你不知道做些什么的话 你可以很细心 很仔细地 听一听我们这一个节目内容 首先要认清自己 有时我们会在一些见客的过程里面 会有些人 其实很迷惘的 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首先 就是要认清楚你的格局 特性 要认清楚你的运是怎样 你知道自己是一个怎样的格局 你就会知道自己的专长 或者发展路向应该向哪边走 好运 你就继续进攻 走着差运的 保守一点都不怕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首先要先认清自己 我们讲述命理 或者百事的一个用途是什么 其实最主要就是 看回你属于怎样的格局模式 简单来说 就是你属于做哪一类的职业 或者你做哪一类的职务 会比较擅长 或者是比较容易发挥到的 举个例子 有些人 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材料 确实是想创业 当然 创了都糟糕 做了生意都好像被人骗 都是这个失败收场 会有这个情况 因为它的格局 就不是做生意人的格局来的 又没有生意头脑 又没有赚钱能力 那你怎样做呢 这样 那有些人本身就是 很反传统的一个格局来的 或者很创新的格局来的 你死故故要他 坐在一个很稳定的座位 做一个文职的人员 他当然人多颠 都发挥不了自己 所以这个就是格局的特性了 看回你是什么格局的人 你就去做那样东西 就会比较合适的 那大运也是的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来算命 就是算你什么时候有运行 什么时候没有运行 我举一个例子 好像我们的新闻 都有看过的 都播到过好几次了 就是话说 有一个人以前开什么什么餐厅的 在97、98的时候 开得很厉害的 成行整市的 然后就好像说破产收场 那么你久不久呢 你会看到啊 新闻啊 会常常说他想东山再起 但是当然是每次都坏了 就是很明显就是那个人 他前半身的运动 应该是最好最高峰的了 之后就慢慢下跌了 你慢慢下跌了 你还想保持着 很辛苦地繞上去 其实很难的 其实会很辛苦的 就变成了 搞到整天自己在那里挣扎在生活里面 所以有时候就是为什么要落天知名 可以勤力的 可以勤力的 但是你要有方法 或者你要认清 周围的环境在变成了 明白吗 他还用他二十几年前的那套思维 想在香港做生意 那你当然是越做越差 租也交不起 这样的 所以你要认清自己的运是上还是下 就是运不是说只有一点 就是上还是下 运其实是很阔的 可以上是这样 下是这样 你可以在好运的时候 你在这个点 也可以在那个点 这个是视乎你自己有多劲力 或者你的方法对不对 你在下跌的时候 你可以在这个点衰到最后 或者你可以在衰运里面 在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高的层次 也可以的 所以看你怎样去拿捏 怎样去操作 这个就是我们算命 或者是我们作为一个人 要认清自己 认清社会的主要作用 刚刚也说了 命理的作用 就是它的价格是什麽 价格高低是什麽 然后上还是下是什麽时段 只要师傅帮你推测到这些东西 其实已经很足够了 有些人就很执着于 很鸡毛蒜皮的东西 就是觉得 如果那个师傅 算到我那天 遇到什麽的人 或者是我哪一年 哪一只脚 哪一个关节坏了 那就为之劲啊 为之有用啊 这个命理 其实是没意思的 这些这麽鸡毛蒜皮的东西 不是我们命理 要追踪的 即是要追求的东西来的 我们追求的东西很简单 就是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一个怎样层次的人 以及你的魂 什麽时上 什麽时下 就够了 至于算到你 背脚生了多少粒蜜 算到你 什麽时生痔瘡 什麽时便秘 这些是无关痛痒的事来的 所以大家就不要去迷信 一些坊间 哇 哪个师傅算到我那天 穿了一件怎麽样颜色的底衣 好厉害啊 没意思的 这些东西 我们要理的是你的核心的价值 这就够了 又或者有些人 去算命的过程里面 他觉得那师傅算不到他认为很重要的那件事 他就觉得命理是没有了道的 或者师傅没有了道的 这样 例如他哪一年他分了手 他那一年很伤心很伤心 对他来说是一件惊天大事 但是去到师傅面前或者命理的面前 纯粹看到你那年夫妻公移动了 感情有点动荡 人家可能只是这样跟他说 那他就觉得不是啊 他那年很痛苦啊 你算不到我有多坏 他就会觉得 命理这家东西可信就信了 不信 其实也不太影响的 就会有这些想法 另外一件事呢 都要跟别人说的就是 不要迷信 就不要迷信 一个百字 你的年月日时就整定了你的一世 不是不是 不要过分宿命论没有的 就是我们做这一行 反而会跟我们的客人说 不要迷信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八字命盘 最多影响到你四成而已 但是这四成很重要啊 因为那四成呢 会直接影响到你之后那六成的发挥 明不明 例如 那四成就已经控制到你 是不是一个懒的人 或者是努力的人 如果本身你是一个懒的人 已经控制了你了 你另外那六成 你猜过你会不会努力呢 其实很难的 有些人呢 性格生成了嘛 你叫他努力是很难的 就是这个的意味了 那么 为什么会说不是整定了呢 因为必须要结合 天时 地利 人亡 你整条命 整个人生才够立体的 如果不是纯粹一个八字 没有东西的 完全没有意思的 那么天时是什么 天时你可以当是一个气魂 这个世界的气魂 去理解 或者当时一个潮流去理解 那个潮流 合不合你这种格局在那里找到 就是这个意味了 我举个例子 我们有一种格局是用七杀的 用七杀的 七杀 它可以有一些武将的一些命格 在古代将军的命格 那我们去回民国年代 或者民国初期的年代 其实很多山策 很多马策 但是基于当时 混战 这个军阀混战 他可以一时被招安 由刹子变成将军 因为当时 那个气魂 中国就是这么乱 或者潮流就是 都轻一点 轻一点 就叫招安 他OK 当时那个架局 碰着这个潮流 没问题 完全没问题 又或者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说20年前 洛基亚很厉害的 这个牌子的手机 当时是机霸 红霸天下 当时流行这个机 OK 没问题 现在智能电话的时代 洛基亚去了哪里 大家都不知道 甚至有些人没有听过 洛基亚这个牌子 这个就是 他间公司的营运模式 市场触角 迎合不到这个潮流 那就不行了 那假设你的架局 迎合到这个潮流 绝对OK 绝对找到食 这个就是说天使 那个对你的影响 接着我们说这个地 地你可以解释 那个地方的风水 也可以解释 那个地方的社会风俗 或者那个文化 适不适合你这个架局 在那里找食 就是这个意思 我举个例子 我们香港 我们香港 以前有个立法会议员 姓黄的 姓黄的 他很喜欢骂政府 可能对又骂 不对又骂 总之在立法会看到他 感觉上他可能真的 纯粹跟你讨论 但问题他的语气 你会显得出他好像骂人 这样的 他这个格局相关很重 相关很重 相关很重 在香港地 没问题 你试下不断骂政府 反政府的情绪 或者那种言论 试下摆回去 我们内地 那就未必太容许了 因为这个地方 不适合你这种格局 在那里找食 就是这个意味 另外 我们就说到人 天地人 人都很重要 就是说 你 和什么人相处 跟什么人学的 生活在一个怎样的家庭 都会影响到你 后天的六成是怎样 我举个例子 同样地 月灵财星 月灵财星的人 相对来说 是容易享受到一些 就是小时候 可以享受到一些物质 我举个例子 大家同一个名盘 都是中产家庭 一个的家庭 是做小生意的 一个是做公务员的 很自然 那个小孩的成长环境 一定是不一样 或者是跟父母的研教 身教也都会不一样的 这个又会影响到你 后面人生的六成的走向是怎样 所以 就不是一个名盘 一个八字 就整定了你整世人 是这样的了 不是的 还有天地人的结合 这样的 又或者我们举个例子 有时你会见到 有些人 我选择女性 女性我见得比较多 在华人社会 很难拍到拖 或者很难认识到男朋友 有时我们会见到 恩怨不是那么好 你这些八字 就适合二地恩怨 或者我们讲的 番邦恩怨 他一去到外国 很容易就会认识到男朋友 或者很容易拍到拖 这些人 就是因为 空间 地理位置 转变了 所以他就容易了 所以是动的 整个人生是动的 不是所有东西整定的 有后天的成分 有先天的成分 先天佔了四成 后天佔了六成 所以后天的努力 亦都相当重要 下一集我们继续请教陈俊申师傅 多谢各位